今天在立法院也引发讨论了 那么因为民进党立委认为 邱一人向来就是以他的微笑 还有他极尖的头发是他的招牌 那么是不是被迫做改变呢 但是对此法务部长王清风强调 是经过当事人的同意 邱一人把他的微笑跟他的长发 当成他的招牌 我相信他会捍卫他的招牌 他如果在没有任何压力下 或者不是在强迫之下 他不会在无罪推断主义原则之下 他认为他自己是无罪 跟委员报告绝对没有强迫 绝对是取得邱先生的同意以后才剪的头发 我觉得法务部就是要彻底的摧毁邱一人的尊严 彻底的要羞辱他的人格 才会把他理成一个淫衡 跟委员报告我们的同仁不会自取其辱 我认为台北看守所要对这件事情讲清楚 这个是另类的司法体制外的审判 不是 这个就是特征组检察官朱朝亮 在谢清治案判无罪之后 他接受媒体专长说什么你知道吗 检察官办案不一定要当事人被判有罪 但是一定要让他得到应有的教训 而我们看